今天到现场的 因为只有曾老师来了 那么无论是李女士也好 还是这个所谓那个吴先生 和潘先生都没有到现场 那么我们现在大家都怀疑 他们可能在诈骗 但是这叫涉嫌 我们任何人不能把它定义成 诈骗行为已经构成了 那么另外从这个李女士来讲 她讲了她的钱出处 有两种理由 一个是投资 一个是赠予 那么投资和赠予 投资是否真实发生了 赠予是否她现在还坚持 即使这个人不是曾老师 我也认了 我愿意赠 那么这些也不再涉及刑事犯罪 对 这一条 下一句 据后来李女士跟我说 潘先生跟她讲 吴国梁是一个假名字 但是无论她姓什么 吴国梁 赵国梁 但是李女士如果还认识她的赠予 她还认可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 都是一个民事行为 首先我问一下各位律师 这个李女士的交友 是用了一款网络的交友软件 那交友网站是不是应该承担 将来要是给李女士提供建议 连带的 侵权责任的 就审核不严的这个责任 对 是吧 包括法律责任 对 其实网络安全法 有这样的规定 就是任何个人和组织 不得非法地泄露 盗用冒用他人的个人信息 如果这个交友网站 它没有经过失明的这种和时 就登陆了 就是公布它的这种信息的话 我觉得平常网站是要承担侵权责任的 首先它这是一个侵权行为 是可以确定的 那在这个案子里面 我们觉得它更只是说 利用您的图片 并没有利用您的身份 那对您的这个社会评价降低 这块看并不明显 对 所以更倾向于就是 侵犯的是肖像权 从途径上来讲 就是说您可以维权 那么起诉侵权者 承担相应的 停止侵害 消除影响 恢复名誉 赔偿损失 赔礼盗窃 这样的民事上的这个法律责任 但徐老师 我差一个问题 这个公司很明显 人已经跑了 我到哪去起诉 就是我们起诉 首先呢 肯定是要得有真实的被告 那么现在呢 它的具体的身份 疑似造假 对 疑似造假 这个可能是一个困境 那么我觉得这个可以 从这位李女士的角度 找突破口 如果她说的情况是属实的 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犯罪行为 如果单纯的欺骗感情 不涉及到钱财的问题 不构成犯罪 但如果是说通过利用感情 来骗取大量的这种钱财 而且虚构的一些身份 使用的这些假的照片 但是一定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虚构事实隐瞒真相 那么按照刑法的规定 达到数额较大的 50万就数额特别巨大了 那么构成这样一个前提 构成诈骗罪的话呢 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 没收财产 再有一个就是这位李女士 她还是应当依法维权 那如果按李女士的说法 跟她交往的可能不只是一个人 那就可能涉及到共同犯罪 那么主犯要承担全部责任 如果是重犯 像小潘有可能涉及到 起到一个次要辅助帮助的作用 那重犯的话呢 对她所从事的这个设计的犯罪活动 承担法律责任 其实在这个事件上 我觉得您个人真的是很幸运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事件上 我们发现只有肖像前被侵犯了 您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其实您最在意的是您的名誉权 您的形象是一个很健康 很正面的一个形象 一旦名誉权受损 可能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恢复的 因为像您所说 如果这真的是一个犯罪团伙 可能今天她用吴国梁 明天真的用您的名字 开始来行骗的话 那这个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对 而且这个女的 她还是比较老实的人 如果说真的是受骗的 她一共就这么点钱 全部都给了这个骗子 她在网上就发出去了 这个骗子骗了我 发的就是你的照片 她并不知道这个是你 对 这个对您的名誉权 也是有很大的影响 是 其实在生活当中 不光是你有这样的经历 网可律师也有这样的经历 我倒不是被盗用照片 其实我估计在场的 其他三位律师 也都有过这种经历 就是我们 律师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我们的联系方式 是很容易在网上被搜索到的 我们的工作电话和手机号码 就包括个人 其实拿百度 咱们就简单拿搜索平台 一搜索就可以出现 我曾经就是遇到过 突然某一天 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 他说你是网可律师吗 我说是 他说你是第一中院的 网可律师吗 我当时就一纳闷 我说因为律师是独立的职业体 他不会是法院聘用的律师 当时我就一纳闷 我说您哪位 找我什么事 他说这样的 网律师 前两天有人用你的名义 骗了我三万八千多块钱 怎么骗的 他就说让我是法院的律师 有一个涉案的案子 在他们法院办理 要求他向法院指定的账号 去汇钱 他就汇进去了 汇完了以后他觉得不对 然后就上网自己搜索了一下 我的信息 然后找到我的电话号码 对方声称是叫网可是吗 对 他说我是某某法院的网可律师 然后说完以后 我第一个反应我就告诉他 我说你赶紧报警 他说我还没有报 他说我要核实一下 到底是不是你 我说你去报警 然后我放下电话以后 我思考了一下 我也报了一个警 我把这个受害人的电话 也都提供给了警方 那么我想通过这个案例来说 就是其实您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这种信息 咱们被盗用是很多发的 对 那么借用您的这个身份 我们看到他很轻易地被识破了 但是如果是一些普通民众 其实更具有隐蔽性 对 它是很难被发现的 所以您刚才提到了说 以后要少发照片 我觉得这个是必须要做的 为什么呀 我们是私人的照片 就要在私人领域去进行传播 就像您的电话号码一样 您肯定想 第一我要保护我的隐私 这个电话号码 我不能跟所有人的说 照片也一样 这个照片我们要保护好 因为我们很多的警方都提示过 无论是名人也好 还是我们的普通民众 一定要把私人的照片 不要放在公众的平台 或者说带着工作环境的 要好一点 你比如说你在 《非诚勿扰》录节目的 他肯定没用过 对 是的 你用录 他就不是那个高管了 对吧 对 没错 曾老师这件事情发生以后 我觉得您现在 有一件事情是一定要做的 虽然您说 您没有通过公开 正式的方式发表过声明 但我个人建议您 要发表一个声明 我要表明三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 这些照片全是我本人的 肖像全是我的 我没有现在授权过 任何第三方去转发过 所有的转发全是侵犯我的权利 这是第一层意思 第二个层次 就是我们要把这件事情说明 已经有人上当受骗 并且遭受了财产损害 要对类似事件的这些人 进行试警 有类似事件的 可以跟您联系 或者说提示报警 第三个层次 就是您要在上面写明 我现在已经委托律师 就这个案件进行报警 和诉讼维权准备了 那么对这些人是会起到震慑作用 非常好 王河律师这个建议 这样吧 曾子航老师 今天既然您来了 这个工作 要不就委托我们 劳目组帮您做吧 起草 拟定 都由我们的律师来帮您行程 太忙 太忙 谢谢 我呼一句 在网上 无论男女 你看到那种长得帅的 长得漂亮的异性 不要轻易打钱 也非常感谢曾航老师 今天能来到我们节目做客 好 接下来可能要用一段时间 来共同来帮助曾老师 也见证曾老师来处理这个过程 我们也将跟踪报道 连续地来追踪这个事情 真的是把这些不法分子 能够绳之以法 能够给这样的一些 无辜的一些受害者 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答复 非常感谢现场观众朋友 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守候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